一切美好 只是昨日沉醉 淡淡苦涩 还是今天滋味 想想明天 有时日晒风吹 再哭再美 无去无为 身上的痛 让我难以入睡 脚下的路 还有更多的泪 追逐梦想 不失败转千回 不怨不悔 成功面对 天与彩虹 扛向玫瑰 归罪又让爱妆 我们一见须悲 风雨彩虹 空想玫瑰 东方子爱唱 天涯拥无恶悦 看着你们好吗 欢迎订阅 不情不美 无惧无畏 朝一阵灰 洒着天子倒点 尘封失败 总是欢乐伤悲 红颜江北 成熟于大风吹 马剑仰北 重庆回味 红颜彩虹 抗尘玫瑰 光芯似水几青 花红香与味 红颜彩虹 抗尘玫瑰 童黄似海灯 天鸟红青光维 红颜彩虹 抗尘玫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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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毫无关 红颜彩虹 М标记 bye 红颜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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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幽黯iring 我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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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嗎客官 來了嗎客官 來了哈 這個 今天中國女足呢 是奧運會首戰 0比5 輸給了巴西 應該說呢 像我們的平常啊 對女足關注的不是很多 坦白說的都沒有資格評論 所以呢我也考慮到這一點呢 我準備連線一下這個寒端 寒端呢是中國女足的前 前中鋒吧 前鋒 她今天呢應該也是在央視呢 做了這個解說評論 現在呢正在首都國際機場 所以呢 我們連線她一下 她馬上要飛回大連了 為鄭州起伏 沒問題 鄭州據說現在已經 可以這個 水位也下去了 好不好 來我們現在連線一下寒端啊 嗯 你好端子 你好 你好 啊現在在機場呢 哎 對對對 那個不會晚點吧 天啊不用晚點 你可以呸呸呸呸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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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前陣子去去成都和從成都回北京都各晚了五個小時 啊 對對對 因為北京這段天氣好像是 啊 那個那個如果如果你要是呃 飛機有什麼事兒 然後呃 我們同事住在那附近 然後我讓他開車接你跟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 我就我我要如果飛機晚點了今天不能飛我就立馬給你打電話去找你去 好沒問題 好吧 行不行啊 沒問題 咱倆聊一聊 沒問題 沒問題 那這樣就是我們就是我我我 因為我坦白說呢我平常對女足關注的不是很多 所以呢 實話說呢我看了這場比賽 然後嗯 我覺得可能更更專業的或者說是更切實的評論應該來自於 像你這樣的呃可能對女足更了解的這個專業人士啊 我就想先問一個就是你覺得今天的這個比賽呃 這個0比5的比分和比賽的過程之間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我覺得呃 隊員們的表現嗯 呃 和這個比分有點不大匹配 我覺得如果像上半場那個階段他們的表現最終被打成這樣 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從上半場的下半段開始一直到下半場我們的這種公式 包括我們創造出來的機會 我覺得和這樣的一比分好像有點接受不了 那在你過往的職業生涯當中有過類似的這種 其實踢的還不錯 但是比分確實讓人難以接受這種比賽多嗎 呃 不是很多 說實話 有過有過 就是 因為這樣的球也就是踢順了的 如果你踢順了 你現在打個2比0 3比0 踢順了 可能那個球怎麼踢他都會進 對不對像我們今天就是如果沒有運氣的話 你就打了幾個衡量打的力柱 怎麼踢他都不會進 所以這在心態上就會越踢越擰了 就是怎麼都踢不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比賽特別好 雖然比分固然重要 我們輸掉了比分 而且是大比分 但是對他們的心理上 和他們的這種激戰術上 我覺得對這些年輕隊員都得到了鍛鍊 這些年輕隊員今天表現出來的 一直在說我覺得下半場的這種 那幾個進攻打的 我覺得太是現代足球發展的趨勢了 就太漂亮了 因為直塞進去對不對 我們打的也很好 只是打的能助上的 什麼都去努力的去做了 當然我們也有那個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們就後防線 那幾個失誤給對手造成的幾個進球 也都是我們自身的失誤 也不是說你看巴西隊的 上半場的 上半場有兩個進球 包括下半場的進球 也都沒有什麼 就是完全靠整體的配合打進去的 也都是個人能力 我們失誤了給對手了 對手打進去的 也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年輕隊員在場上 可以有鍛鍊的這個價值 但是也會為這個鍛鍊 就付出一些 要付出一些代價吧 那在你看來 我們這場比賽的表現跟之前 比如打韓國那兩個回合的比賽 你覺得有進步嗎 如果有進步的話 你覺得體現在哪裡呢 我覺得有進步 我覺得有進步 確實這是我看女足比賽 我覺得踢得最好的一場 尤其是在這種進攻上 和這個有手轉弓上 我覺得打得非常的堅決 尤其是從那個年輕隊員 十八號那個是長村的那個隊員 他一上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打法就特別堅決 王珊珊和王霜 就靠得很近 之間有這個銜接 王霜也磨到了中間 然後拿球更多 然後給這個十八號塞的 這些球全是兩類的 這種很有威脅 所以我覺得這個打法 讓我們能看出來 最近一段時間他們在練什麼 他們打出了內容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如果我們能堅定方向 能堅定我們這個打法 我們不怕輸球 然後我們可以讓這批年輕隊員 再去練 再把精準度 再把我們的傳球失誤給減少 對不對 把我們門前機會 把握的能力提高 然後如果確定方向 這樣的走下去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嗯 那麼有一些消息呢 說是賈秋全指導 可能在隊員選擇這方面呢 他排除了一些老將 而帶了更多的年輕隊員 通常呢 這種大賽 可能老隊員的經驗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在你看來 賈日導 為什麼會做出這樣一個 看上去和常理 不是很相符的一個抉擇呢 我覺得 教練員考慮的因素 可能不單單是我們去想的 那麼簡單 他可能是綜合的考慮 他需要考慮對手的狀況 考慮我們小組賽 對不對 考慮隊員的特點 考慮他的這個 基戰術要求 可能老隊員 他是有經驗 可能沒有在名單裡的 樓家慧要馬軍 他也是可能比那些年輕隊員 更有名氣一些 但是他目前為止的這個狀態 包括他的特點 可能不是 賈日導這個基戰術所需求的 現在出征能在名單裡的 我覺得肯定是最適合 去參加這次比賽的人選 因為賈日導不會拿著這種責任 在這種大賽當中 去開這個玩笑 對不對 我們再反過來看一下 這個名單中這些年輕隊員 你要說他們年輕 他們也不是特別年輕了 如果拿日本隊去這個年齡結構 去做比較的話 那我們中國隊 這個有五名隊員 是參加過上一屆的 李育奧運會 對吧 然後大部分的球員 是在94年到97年出生 那麼最小的是這個王妍文 他也是99年出生的 那麼日本隊呢 日本隊大部分的球員 都是在97年之後出生 而且最小的隊員是03年的 對吧 你說明其他的隊員 都在有年輕隊員 嗯 那麼 為什麼有年輕隊員 因為我們賽會制的這個比賽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這個提這個攻守轉換速度 是很快的 那麼這個如果是老隊員 他不滿 即使他再有經驗 他跑不動 也是一樣的 對吧 還不如鍛鍊這些年輕隊員 他都需要通過這個大賽去成長 去鍛鍊自己的 我們要給他機會 給他時間 你看他長遠的這個計畫 長遠的一個表現 不能看眼前 即使今天那個4號後衛 在後方線可能造成了失誤 造成了失球 我覺得這也是他必須要去經歷的 因為他是年輕隊員 在大賽當中 除了這兩個失球 我覺得他表現的特別好 嗯 嗯 其他的 該搶斷的 對不對 該緊盯人的 該搶斷的 該 下地的都下了 對 該下地的都很清楚 嗯 那麼 那麼是不是就是 賈指導 很注重這個隊員的奔跑能力 包括這個整體啊 這個逼搶啊 這方面的這個 球員所具備的這種能力和狀態 對 因為現在賈指導的這個戰術裡面 所需求的體力必須是保障 必須有充足的體能 你看我們打韓國的時候 那個攻守轉換多快啊 那個尤其是這個邊後衛 助攻要到對方進去 防守要回自己進去 對這個這個位置上的要求 這個是很高的 嗯 所以不但是賈指導 我覺得他是這麼要求的 我覺得女族的這個整個的發展趨勢 也都是非常快速的 對 世界杯上也是非常快速的 這歐洲球隊就不用說了 因為他的個人能力很強 他有這個身體 有這個體能 有這個速度和力量做保證 嗯 但是我們亞洲球隊 不是 不是這個 在這個身體力量上很佔優勢的 所以我們需要去加強這一塊 那你打巴西隊 你如果年輕隊員上了 你不多用 用更多的跑動 對 用更多的勤強 那你拿什麼去跟人踢呢 對 嗯 你這個說得非常好 就是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想 就說 我們究竟用什麼方式 用什麼去對抗巴西 你比如說 巴西隊員呢 他的爆發力 他的靈敏協調 包括他腳下的技術 包括有時候 一腳傳球的這個配合的意識 似乎呢 我們跟他們差距都比較大 也就是說我們想在他面前 要打出 類似於 就是他這樣的進攻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不得不呢 第一呢 要用我們的方式去破壞對手的 一些進攻和進攻的方式和節奏 再有一個呢 也利用我們的一些優勢吧 比如說 在局部的 傳球啊 或者是身後啊 轉移啊 等等這方面 所以 假日導恐怕也是想了很多的方法 現在也只能是 用這種方法 去對付這樣的一個對手 因為對手 整體實力和個人能力似乎都要比我們要 要更強一些 但是直播就是這個比賽 不是很走運 然後呢 有一些失誤 你是否覺得 認為這個 吳海燕的缺陣 對中國隊的後防還是影響挺大的 嗯 確實影響很大 因為中共為這個位置嘛 就是 就是 吳海燕 他在那至少因為他參加過大賽 可以算成一名老隊員 然後在這個位置上呢 他有很強的這個大局官 包括有這個 他的 怎麼指揮能力 就是他對其他年輕隊員 在心理上可能會讓他們感覺到很踏實 可能如果今天吳海燕上場 就不會是這個局面 我覺得 嗯 那現在回顧頭來 就是我們的確呢 其實防守往往是 說是整體的事情 但是往往在局部上 還是球員個體的 一些處理球的方式啊 或者是經驗呢 或者是心理啊 還是導致了這種失誤的出現 你比如說 像第一個球 那個中尉 他一定要去切 切那個前鋒 啊 結果被對方給身體 把球撞撞下來了 還有呢 一到兩次這個解圍啊 好像似乎當時有點慌亂 然後這個解圍呢 也沒有 也沒有 更遠的 更高的解圍 所以類似於這種的 個體的這種失誤 在未來是不是也只能靠他們 不斷的去累積經驗 然後提高個人的經驗和能力了 是吧 對 這確實是跟經驗有一方面原因 再一個呢 就是剛開場的這兩個失球 確實是像你說的 還有一個局面是我們是 三個人 三防一 對 三防一 一多防少的情況下 也沒有把球搶下來 我覺得這也是 防守上技術的能力問題 技術上能力的問題 再說開場呢 那幾個就是那個防守的失誤 是我們在經驗上 確實不足 因為不夠簡單 哪怕你往邊線踢一下 對 或者踢出去 它都不會造成這樣的後果 對 所以我覺得 首先是提高個人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 那麼大歲數 仍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那 就 以往呢 像類似於這種能力 特別突出的隊員 我們是不是 可以考慮 去派一個專人更多的來盯防呢 但是現在足球 好像又 又比較排斥這種 一對一的這種 對子式的 這種防守 對 以前 以前可能是更多一些吧 這種 因為我是打前鋒的 這個後衛跟著你 走到哪兒跟著你 確實是挺 挺影響你 就是你拿不到球的時候 可能在心理上 也會給你造成一定的影響 那 但是現在我們都是 都是淪位的 對 不是人盯人的這種的 但馬塔吧 我覺得他站到前面 就會牽扯 兩到三個防守隊員 這就是一個 世界一級球星 一搞那一戰 就是不是世界一級球星 一搞那一戰 也有兩個後衛也會盯你 所以他給其他的這些隊員 就是拉出的空當 像那個9號 像今天巴西隊的那個9號 我覺得他是表現最好的 即使馬塔進了兩個球 但是我覺得他整體的這個 穿真影線 他的突破射門 對這個球隊來說是更有作用的 馬塔吧 就是他的個人能力很強 我們都知道 但現在他也不是像以前那種打法了 就回到中場 然後組織進攻 突破射門得分 他現在也是把更多的體能和精力 放到進去前 我們今天解說的時候一直在說 說馬塔的這個預判能力是非常強的 因為第一個進球就是二點球 他不射 然後他上去打 對他上去打的 然後這個我們後面還跟了一個六號隊員 但是我們這個六號隊員就沒有去 預判到這個球會下一步會落點在哪 就是馬塔的他的經驗的發揮 就是他對未知球的判斷 他會提前可能要過兩秒三 兩到三秒的時間 然後對這個球的運轉的判斷的位置 都會去選擇 有選擇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世界級球星的不同之處 這個就是他在蒙前 可能是他的體能 體能上他也不行了 你看他不怎麼跑 但是他要跑就能跑到點上 就能跑到位置上 就能跑到 他總共全場能射了幾腳門 能射了四腳門 三腳門 四腳門吧 能進了兩個球 對 覺得他就是在把握機會的能力上 他還是馬塔 是 是 就是 那現在有這麼一個疑問呢 就中國女族呢 比方說跟歐洲比啊 我們的這個明顯的劣勢是在 呃 這個身體 對吧 這個身高啊 力量啊 呃 然後呢可能在整體打法上呢 歐洲的球隊呢 也都是很純熟 因為他們國家的這個呃 職業聯賽呀 或者是文化呀 也都很普及 對 然後我們要是跟南美的踢呢 比方跟巴西呢 我們又在個體能力上 又有差距啊 呃 就感覺好像中國女族 如果再想再突破的話 嗯 面對著這個歐洲和南美的這樣的 這個這個 包括美國啊 等等 這些這些強隊 我們到底用什麼樣一種方式 來去對抗呢 因為足球裡邊 很多的元素 似乎我們跟他們相比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劣勢 呃 那你覺得賈球全今天的這個 整體的這個嘗試這個方向 是正確的嗎 我覺得 嗯 通過這場比賽來看 呃 表現出來的這個 記者書上的內容 我覺得方向是可以去堅持的 因為這個是 如果你有一個方向 有一個計畫 需要長期的事情 而不是用很短暫的時間 就去完成這個計畫 我們應該就在這方面 應該去和日本隊去學習一下 因為日本隊他從來不會看 眼前的成績 眼前的利益 人家會說我用十年的時間 然後我培養出這批隊員 我要讓他們成為世界冠軍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去和日本隊去可以去學習呢 因為我們都是亞洲球隊 日本隊的身體可能還不如我們 但是人家就會在用一個長期的計畫 堅定自己的打法的同時 把細節做得很好 人家在傳接球方面不是三角就丟掉 而且他們的傳接球就這個細節做得是非常到位 非常下功夫的 所以我們如果堅定覺得這個打法適合我們 是符合中國隊的打法 那我們就要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提高自身的個人能力 一對一的能力 然後提高我們的傳接球的準確性 提高我們的門前把握機會 從細節上從位置技術上去提高 然後去滿足這個打法 我覺得效果會更好一些 嗯 那麼也就是說呢 我覺得方向正確 但是需要時間 對 但你不能變 不能今天學西班牙明天學學的 因為不適合我們的東西 我們都在路上 會耽誤我們時間 嗯 你學來學去學明白的行 你學不明白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是你在國家隊這個層面上 不是誰都可以學的 也不是輕易的去學別人的 因為在這個層面上呢 很多東西我們都應該有自己 不像青少年剛開始發展 那麼基礎的東西 我覺得哪個地方更適合我們 我們可以去效仿一下 可以去學一些 對我們有利的適合我們的東西 但是到國家隊這個層面了 我覺得就沒有必要再去學別人了 你看日本隊什麼時候學會別人 人家就很堅定自己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才是適合他的 他學德武隊打法也不適合他呀 他也打不了呀 對不對 他把他自己的東西給做細了 他就是最好的 其實嚴格上講我們 我們也學不了德國 美國 我們也學不了巴西 其實我們可能學日本也不見得就那麼容易 所以你說的對 就是我們還得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我們沒有歐洲人的那麼強壯的身體 我們也沒有巴西人那麼強大的個人能力 我們也沒有日本的那種精準的傳接球 那在這種前提之下 那怎麼辦呢 我想可能今天假指導的這個 至少說 如果說我們把其中的10到15分鐘的比賽 拿出來的話 我認為那可能是中國女足真的未來的方向 只不過就是我們第一 現在不能堅持90分鐘 第二呢 我們呢 沒有在這個這個 最好的那個階段的能夠實現破門 然後呢 再有就剛才你說的 就是再強大的 或者說再正確的戰術 也得有個人能力作為保障 對吧 如果我們此時此刻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溫立榮 是吧 在後防線上 我們能有一個這個這個這個 孫文在前腰位置上 對吧 再有個劉艾玲在中場 嗯 再有個你能頂在中鋒上 對吧 那可能 有這個四個人 這一條中軸線 那我想再浮以 假指導現在這個戰術 可能他的效果會更好 嗯 對確實是 我們在位置上 在個別的位置上 缺少一個像馬塔那樣 一個一個人物去領先 如果今天我們那個上班場那幾個機會 把握出一個 把握出一個 整個局面就 又不一樣 嗯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 這都是 增強你就是怎麼去練那些東西 最好的技戰術 我覺得 就像你說的 董老師 就必須得有個人的能力做保障 沒有能力做保障 你就是什麼都白扯 嗯 嗯 你傳這些球 你看著這個人 你看著這個孔當 你傳不過去 有用嗎 嗯 對不對 現在就給你一個單刀球 你打不進去有用嗎 嗯 給你一對一突破的能力 誰都不搶你 就你 就你吐他 吐了他你就能直接 什麼人都沒有 就空門 你過不去呀 嗯 就是很多的東西就需要我們自己提高 其實不要去 說一些其他的 就是我們自身能力就是練 這沒有什麼可以好的辦法 那就是練個人能力對不對 嗯 對抗去更多的去訓練中去提高自己 嗯 對 所以可能還還需要一個過程 因為畢竟我們也是苦戰韓國才進的奧運會 你不太可能說 你你你短時間內就能夠達到可以 克敵制勝贏巴西的這個地步 但是至少 呃 從這個精神面貌 從整體的 呃 技戰術的打法的思路上 包括 呃 這個 比賽當中有 有一些時段 我們所展示出來的內容 應該講呢 還是 呃 值得大家 有更多的耐心呢 去去等待中國女族 呃 更加 變得更加強大吧 嗯 對 確實是 至少我們看到了一些希望 對不對 如果真正 不是球迷半圖打開電視的 除了看到這個比分 有點驚訝 會覺得 啊 女族完了 就是一些負面的評論 如果你堅持看完整場比賽 稍微懂點球的球迷 我覺得都會為女族的這種表現 而去鼓掌 嗯 嗯 因為還是有希望 因為這場比賽我們輸了 但是 雖然 在這個小組出現的形式上 也是比較艱難的 但是 至少 啊 我們下一場 對三比亞 我們如果 用這種表現 我們去贏得下一個對手 然後我們再想辦法去 一步一步走吧 那又沒有辦法 嗯 好 謝謝端子 謝謝你 給大家這個分享了你的這些想法 然後也 我也很開心 就是你你很多的 呃 認識呢 也能夠 也也跟我想的 呃 至少說是比較相符的啊 然後我覺得 英雄所見略同 不是不是 這是偏巧了 哈哈 啊 那好 那你再跟你的 呃 粉絲們聊了吧 然後也祝你今天一路 一路平安 好嗎 然後等下 下場還還會來北京嗎 啊 24號過來 24號 24號 然後我在上海 然後再過來呢 24 再27 24 27 那行那27號我請你吃飯 好 27號我就不走了啊 好 沒問題 啊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韩端 好嘞 謝謝 然後咱們27號見哈 董老師 好嘞再見 好 再見 拜拜 嗯 好 呃 呃 我看韩端有一句話 就是稍微懂點球的人 就能夠從這個比賽當中呢 能夠看出 呃 某一些希望 啊 我很認同他 因為我知道呢 就是在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氛圍裡面呢 就是你0比5 輸 你是 不可能有任何一點 所謂事處的 啊 你甭管你0比5 輸誰 你輸巴西也好 輸德國也好 輸美國也好 輸荷蘭也好 因為這個比分 對於中國人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人對於足球的認識 首先是從比分開始了 哎 在他們看來呢 比分呢 就是一切 就跟你衡量一個學生 就是考多少份 哎 你衡量一個人的工作 就掙多少錢 啊 就我們對於有些事物 和人的認識 基本上都得以數字 因為最簡單 嘛 來數字呢 來衡量 0比5的 就不如0比2 對吧 正一萬五的 就比正八千的要強 對嗎 呃 只能說呢 嗯 很遗憾啊 就是不僅說 在我眼中 這樣的人是不懂球的人 啊 即便說是在相對 比比較溫和的 寒端的眼中 呃 一個前中國女族的 主力中鋒的眼中 恐怕他也認為 如果你從這個比賽 看到的只是灰暗啊 啊 看到的只是呃 呃 無奈 呃 那麼只能說是 你不太懂球 啊 不太懂球 當然了 呃 呃 我們也沒法呃 呃 強迫任何人 在0比5 這個比分面前 一定還保持足夠的理性 去思考 沒有人願意思考 沒有人啊 都是看熱鬧 贏了就覺得自己臉上也有光 輸了就是臭的糞 哎 所以這就是我們那個足球環境 也別罵中國足球 因為中國足球是一個整體概念啊 他跟你的踢球的人 從業者 跟你的這個清訊 跟你的媒體 跟你的輿論 跟你的文化 跟你的球迷的認知 都是一樣的 這東西沒有說誰比誰高兵多少的 以前呢 老有一句話 說中國有最好的球迷 啊 呸 啊 虧不虧心呢 啊 老說中國有最好的球迷 嘿嘿嘿 足球比賽呢 確實是這樣 對吧 這個我們跟巴西呢 呃 過去兩次大賽的交手呢 也是0比3 0比4 也是0比3 0比4 但是呢 我相信 如果你把那兩盤錄像拿來 和今天0比5這場比賽相比 我認為一定中國女足 創造了更多的機會 一定是中國女足在更長的比賽時間內 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就以前可能只有20分鐘踢的不錯 那今天可能有40分鐘踢的還是不錯的 慢慢來 也許下一次就是60分鐘 也許下一次就是80分鐘 啊 我非常同意 呃 韩端的一個判斷 因為你是這樣 就首先 你中國女足不是強隊 不是世界強隊 對吧 你跟歐洲 沒法比身高 力量 身體 整體 因為歐洲足球本來人家整體就很強 你跟南美 你沒法比腳下技術 啊 包括個人的這個 持球的突破的能力 你跟日本 也比不了人家那個精細的 穿接球 在這種狀況下 中國女足以和為戰 這是一個命題 誰都知道 如果你要向日本人啪 啪啪倒起來 個人能力再像馬塔那樣的 巴西九號那樣的 身體再像德國 法國那些黑姑娘 包括這 將要打的荷蘭 意得利 英格蘭 那中國女足無敵了 現實呢 是第一 我們沒有歐洲人的身體 沒有南美人的腳下技術 沒有日本人的 也馬的 這種配合 那麼我們又得踢 我們就得想 怎麼踢 說你一定非得要求 中國女足像日本那樣踢 我告訴你 這輩子不可能 下輩子也不可能 賈秀全做不到 紅秀全都做不到 有人說 為什麼做不到呢 大哥 你能做到像我這樣嗎 你能做到我像我這樣嗎 一個禮拜發一百六十個 六十個小時的車 所以你做不到 你甭說別的 你就說日本人能做到的 你就能做到嗎 我怎麼不信呢 日本人輸了拋斧 你拋嗎 你最多一個拋斧產 日本人電車上沒有人說話 咱們這有嗎 咱們高鐵商務座都是 所以不是說日本人能做到的 你就能做到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中國對打女足 就女足打巴西 除了比分之外 我認為方向是對的 因爲什麼 你先能跑 你得先能跑 你跑得沒人快 你技術沒人好 你配合沒人熟 你身體沒人壯 沒辦法 你就先能跑 拼 搶 跑 這是第一位的 沒這個 你就什麼都沒了 什麼都沒有了 你媽 你長的也不等地 對吧 個兒也沒人高 長的也沒人帥 也沒人有錢 穿的也沒人好 開的車也不行 住的房子也不行 你憑什麼去追這女孩呢 你就得憑你得舔 明白了嗎 說我什麼都不如人家 完了我還不舔 不行 你得是貴舔 這才有可能 我舉這個例子就說明什麼呢 就說你不能說別人有了 你沒有 你還想這麼做 一點用沒有 一點用沒有 你看為什麼很多漂亮的女孩 最後他們居然天鵝肉被癩蛤蟆吃上了 因為癩蛤蟆她癩呀 因為白馬王子她不賴呀 你明白了嗎 所以你就得找准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你老跟人學 人家弄一個麦巴赫 對吧 你弄一個奧迪 你跟人怎麼比呀 人家是巴巴瑞 你這什麼 阿你媽你說你怎麼跟人比呀 對不對 人家劉德華 你馬德華 還跟人比呢 比不了 你就踏了實實給人家 煮點拉麵呢 哎 下點牛奶呀 噓寒問暖呢 在人家關鍵這個得生病的時候 給人送點湯啊 哎用不關懷 最後能俘虏哎 人家的心知道嗎 用別的都沒有用 所以呢你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國女族的道路 我告訴你就是中國男族的道路 啊 中國女族去探索的 也是中國男族將要面對的 技術沒有巴西人強 甚至西亞 甚至越南都沒有人強 配合沒有日本好 對吧 沒有人日本人家日本 聽班五四能打成這樣 身體又沒有西亞 伊朗 更別說這個什麼歐洲了 這個時候應該怎麼辦 同樣的問題 記著 同樣的問題 理想化的中國足球 踢踢踏卡 有一幫大傻子 天天踢踢踏卡 西班牙這那個的 你吸什麼班牙呀 你呀 你碰著足球小將 你全都是拉吸 還西班牙呢你 對吧 你理想當中 你理想當中 你跟誰踢呢 你足球比賽 你不考慮對手 你光考慮你自己怎麼踢 你是誰呀 啊 一幫傻了巴基 他還老 他覺得自己踢 足球裡面很豐富 西班牙都沒有像西班牙那麼踢 黃家馬德里打拉馬西亞也沒選 半場防守 也是青少年的比賽 去看看網上搜一下 伊斯卡杯決賽 2019年去看看去 後衛確實是有問題 真的 後衛確實有問題 這裡邊呢有個人能力問題 也有什麼經驗的問題 也有心理的問題 咱們中國女族的門將 肯定是個好姑娘 但我個人覺得她的氣質 她的氣質 其實是 可能 哎呀走上這條路 也是有點陰差陽錯吧 就她沒有那個 你看那個 巴西那胖丫 巴西那個黑妹 那個門將 那個說實話 那走街上 人家都認為她不是干體育的 對吧 你看那肚子 比我肚都大 但是她有那氣質 你知道嗎 她真有那氣質 而且她不在乎 身上有多少肉 關鍵有多少肌肉 人家有力量 對吧 咱們這個門將呢 可能就是 可能平常還可以 因為有的隊員呢 訓練很刻苦 訓練表現非常好 但一到比賽就懵 這個也沒辦法 也不能怨她 也不能怨她 咱們有很多的同學小說 平常學習特別好 一考試就滿完 日本劍滿完 對吧 還有我們那個年輕的後衛 解圍呀 我說實話 我從他們身上 我看到了小將的 9歲 10歲 11歲的時候的身影 解圍解不出去 這就是沒法提 就是解圍呀 都不是吃奶的勁 我老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啊 如果你想解圍 你就有多高 踢多高 有多遠 踢多遠 有多偏 踢多偏 因為你想解圍 就像這手榴彈 已經在你手上炸了 不是 已經著了 你又不想讓它炸著你 很簡單 用你吃奶的勁 往死裡扔 扔得越遠越高越好 但是咱們有的時候 就差這一口氣 就覺得 先捅出去再說 那個時候如果咬一牙 從冰箱裡邊拿塊巧克力 咔 就這一下 咬碎那一下 咔 這得是心理輔導 哎呀 這事如果假日老之前要叫我 我過去給姑娘們講一課 咬 沒准能提升點 真的 你看我現在 給這個小匠講課 就關於解圍這個 我講的挺清楚的 你看現在小匠再也沒有說 解圍 往中間解的 解圍 完了解的半不可樂的 對吧 點滴不進的 沒有 就很乾脆 很乾脆啊 所以呢 我告訴你 各位朋友 如果你今天聽到我的在這表達 我告訴你 短時間內 這個時間有多短 多長呢 十年十五年 十年十五年之內 中國人踢足球 學不了任何人 你相信我 好嗎 Please tell me 不是 Please trust in me 你要相信一個 在過去的四年 帶領一支民間的球隊 在中國 一百多場國際比賽 全勝 同龄 全勝 你要相信這樣一個教練 好嗎 不管他有證還是沒證 不管他是好是壞 你要相信他說的 好嗎 因為你沒有這個經歷 而他有 勝利者是不應該被質疑的 明白了吧 包括在亞洲範圍之內 通靈 日本 韓國 二三十場 全勝 全勝 沒平局 全勝 四大足校 除了恒大狼 沒打過 剩下全勝 除了恒大狼 沒打過 為什麼沒打過呢 因為 當時能打的時候呢 我們在打他的08 打大一歲的 等能打了呢 就一直沒見著 但是江湖總會再見 好嗎 江湖總會再見 但也許呢 不是我帶 但是呢 中江啊 會會會 會跟大家一塊來去 來去衡量 所以聽我說 聽我說 短時間內 中國人 踢球 學不了任何人 學不了西班牙 學不了意大利 學不了法國 英格蘭 德國 荷蘭 比里什 科羅地亞 學不了 學不了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秘魯 學不了 也學不了日本 也學不了韓國 一定要明白這一點 你學不了 為什麼 因為你是你 他是他 因為足球 不是說一個 簡簡單單的說 他這麼踢 我也這麼踢 波爾特那麼跑 你也那麼跑 你能跑得過波爾特嗎 郭德剛說相聲 是這個詞 你也說這個同樣的詞 你說得過他嗎 你說不過 所以中國人 所以中國人 必須得找到 找準自己踢球的方式 因為中國人 有很多弱點 但中國人有優點 我們要一學別人呢 我們放大了我們的弱點 我們把僅有的優點也都沒了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外教 不管是職業教練 還是清訓的職業教練 好多外國人在中國全捨了 全捨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總想讓中國人 按照他的思路 去跟他的祖國的球員 一塊孩子那樣踢球 那怎麼可能呢 我都沒讓你唱京戲的 我都沒讓你玩武術呢 對嗎 誰要說現在還想著說 中國人可以學日本人踢球 誰要是還想著中國人可以學西班牙 誰要是還想著中國人可以像巴西一樣踢球 誰就是大傻 在足球方面就是一大傻 真的 就有一些理想主義者 認為中國人可以踢踢他卡 你吹牛逼呢 你九歲的 十歲的 十一十二的 你踢踢踢他卡的 你找我來 我就專制踢踢他卡 我就專把 我就會專門的把打踢踢他卡的 直接給他打成踢踢他了 不信咱就來 好嗎 不信咱就來 因爲什麼呢 因爲你那個踢踢他卡 都是那麼 我今天我看一個說 說祖小將這那個的人 我一看他兒子 不是一一就一二的踢那個球 比人家大一歲 有幾腳傳控 他媽媽的跟驴似的 他還覺得這就是踢踢他卡了 大哥 你去趟蘇州 你打一下蘇州的 現在進淘汰的隊 甭管是寧波首發 還是艾提克 還是什麼香吕 還是還是誰 你打一下 你要能打出踢踢他卡了 我管你叫爺 行嗎 我管你叫爺爺 你要能打出來踢踢他卡 就你那個速度 就你那個節奏 你傳兩角球 就踢踢他卡了 我去 我們打上海港 我要是真下令 傳一百腳 我們都能傳一百腳 那叫踢踢他卡嗎 那叫踢踢他卡嗎 有用嗎 所以一幫傻了吧唧的了 狗屁不懂 這自己兒子踢了兩腳球 也會傳了三五腳 就叫踢踢他卡了 我們八歲的時候 我們就傳十六腳 打進的球 打收RFC 你沒見過吧 你見過嗎 你光看我們開大腳了 十比二了 什麼意思十比二 十比三了 荷蘭呢 這球有意思十比三 那就玩了 韩端呢 韩端已經連完了大哥 你不能說什麼人都等你呀 對吧 我們連線也得等你 你來了才能連 大哥你是誰呀 who are you 好嗎 點評下女俗啊 我個人覺得 中國隊只有兩種方法去比賽 第一種方法就是今兒賈玉璇認輸0比5 但我認為呢 這個比分是有 是有這個 是有不實的 中國隊跟他不是五個球 就細節處理好點 運氣好一點 最多一兩個 一兩個 就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因為畢竟人家比你強 人家比你強 人家贏你有什麼不應該的嗎 大哥 啊 人家比你努力 人家比你掙錢多 不行嗎 啊 人家顏值比你高 人家多倆女朋友比你 不行嗎 不應該嗎 對不對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擺大巴 就徹底擺大巴 541 就是手 手呢 有可能守不住 但也可能能守住 但是中國目前 中國女族想踢巴西 就只有這兩種道 二選一 沒有任何別的方式 沒有任何別的方式 說我打歐洲的什麼 北歐的長船沖掉 還是我像日本人一樣踢 大哥你像日本人一樣踢 半場都過不去 就得被人給斷了 打反擊 所以呢 擺在甲球拳面前呢 就是兩種 啊 就是兩種打法 第一擺大巴 541就徹底歸 歸縮了 狗了 還有一種就像今天這樣 那麼我寧願相信 今天你歸 歸縮了 狗了 還有一種就像今天這樣 那麼我寧願相信 今天這樣踢 雖然比 而且就是先有先能跑 你說怎麼還呢 足球又不是跑步 那為什麼先能跑啊 我們為什麼不練技術呢 我為什麼不能 踢踢踢踢 我為什麼不能 船呢 像巴西巴萨伊尼斯塔 大哥 你想過一個問題嗎 你想過一個問題嗎 如果現在這個世界上 都是你想怎麼做 然後我們去做 就能做好 大哥 你不想像馬雲一樣嗎 你為什麼不想像馬雲一樣生活呢 為什麼不呢 你買一本馬雲的自傳 你看他從創業時候該幹嘛 你也跟著一塊學幹 可以嗎 你為什麼不呢 因為你知道你他媽學 你就做到他十倍 你都做不到他 對嗎 那麼你既然能明白你自己 你為什麼不明白足球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自己做不到的事 你為什麼就會覺得 假球权一定能做到呢 為什麼你在生活當中做不到的事 你認為在足球上 就一定能做到呢 怎麼可能呢 大哥 怎麼可能呢 說像日本人一樣踢球 韓國人都沒學會 像日本一樣踢球 學會了嗎 尼爾利亞學會了嗎 像日本一樣踢球 世界上有幾個人 像日本一樣踢球 誰像日本一樣踢球 你告訴我 誰呀日本人嗎 英格蘭嗎 英格蘭提的有日本系嗎 沒有 那為什麼英格蘭不學呢 巴萨好 巴萨好 為什麼挪威不學巴萨呢 為什麼不學呢 冰島為什麼不像巴萨一樣踢球 為什麼 完了你中國就得必須像巴萨一樣踢球 你是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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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巴萨一樣踢球 像楊密一樣走秀 像吳謙兒一樣交女朋友 你是誰呀 你是誰呀 你想過你是誰嗎 所以為什麼說中國人總是能力低欲望高呢 就因為中國人始終沒解決我是誰的問題 呼MI沒解決 所以他永遠他會覺得 我們能像他一樣 像他一樣 別人家孩子 我們家孩子也行 你們家孩子行什麼呀 人家孩子的托福 你們家孩子是什麼呀 脫避 怎麼脫避出來的 啊 所以你要想願意相信我 我告訴你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你得相信韩端吧 你要說韩端說的也你也不信 那他們大哥就沒辦法了 那誰信呢 自媒體啊 自媒體說范之一找我了 怎麼是范之一呢 范加爾 找我來的 啊 我跟你這麼說 中國女族跟巴西有差距 也許怎麼提都提不過 但是中國女族可以無限接近 去去爭取不輸 今兒有一個吳海燕 門前把握住倆機會 少丟倆球 多進倆球 就是3比2 合理的 3比2是合理的 如果這場比賽是3比2 你還會罵嗎 會嗎 少丟倆球 又進倆球 2比3輸了 你會罵嗎 你不會 對吧 那麼我就告訴你 這個比賽跟2比3沒區別 沒有太大的區別 無非就是比分 紀錄上是0比5 但如果你認為2比3 你能接受 我告訴你 你接受今天的中國女族 她一定 是目前這樣的一個人力 人緣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 中國女族的發展的水平 目前的這個整體實力上 最可能打出點成績的方法 你相信我 我沒證 但我贏了4年 我幾乎擊敗了中國所有的09的隊 一場平局都沒有 我全勝 我有點煩了 我要說 我要今天我要亮出來 一個足壇人士 給我們中國做小將的鼓勵 我能嚇死那些黑子 我能嚇死那些喷子 他們會傻逼了 就傻了 說哎呦 怎麼怎麼這個人 能夠給你們這麼高的評價 他就懵了 他懵了 他懵了 知道嗎 他們就傻了 好 關於女族的話題 就先聊到這兒 我堅信 中國女族走在正確的方向 韩端說的非常有道理 不要搖擺 堅持住 能拼 能跑 整體防守 高位逼搶 全場給予對手壓迫 只要把防守的個人能力和經驗 提升上來 只要把把握機會能力提升上來 今天的0比5就是明天的2比3 2比2 愛信不信 無懸 先最多掌握 是 巳ально 送火 指 不 gods 也不磚 無論 彩虹彩虹像玫瑰 彩虹又想在桌上 一尽去背 彩虹彩虹像玫瑰 独方似海角 天家拥护而非 希望可以 有款子移民好棒 思绪飘灰 壓着夢想去推 我心我素 做人要敢做敢为 人生苦短 哪能半途而飞 不期不累 无惧无畏 朝一阵灰 撒少云子倒点 成功失败 总是欢乐伤悲 红颜娇为 成熟与大风吹 马剑仰飞 朝庆怀怀 光与彩虹 腾成玫瑰 光心似水几轻 我同乡与飞 光与彩虹 腾成玫瑰 よ红红与海道 天涯红情光辉 光与彩虹 采取雷 光与彩虹 抗上玫瑰 黑洞又像太多 即处飞 光与彩虹 抗上玫瑰 诸红色埃照天雅 诸红楼飞 风雨彩虹 抗上玫瑰 红星似水尽天雅 诸红楼飞 诸红色埃照天雅 抗上玫瑰 诸红色埃照天雅 红尽楼飞 中国女族就聊到这了 行吗 可以吗 你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 我也不是收钱说话 我跟贾佑泉不认识 好吗 我没有必要替他说话 但是你要相信一个长时间做足球分析评论的人 而且有实践带队的人 你说你带的就青少年 青少年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他就比赛规律是一样的 他的规律是一样的 我跟你这么说 我们很多的比赛 我们大胜了 但其实踢的并不好 对手也没有跟我们有那么大差距 知道吧 这就是足球比赛 你需要 有的时候要客观的去看待 你不能光看比分 你不能光看比分 你要看整个的这个过程和趋势 因为足球比赛它有很多的不可预知的 对吧 你猜欧洲杯你输那么多钱 你还不知道吗 对不对 很多东西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 卡尔德克状态神勇是吧 接下来咱们先聊一聊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就是我们现在呢 上海马上要进行的是 迷你安居客杯足球小将城市挑战赛 全国总决赛 过去呢 也可能你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 你看到了我们的三对三的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呢 它贴近生活 因为它经常会在商圈进行 有很多的逛商场的朋友 有很多的那个居家旅行的朋友 还有包括这些踢球的孩子和家长 他们都能够其乐融融参与这个三对三 带为党的 我也在场上上演过类似凌空倒沟 马赛回旋 油炸丸子等等 非常精彩的这些画面 那么7月23号 我们开始呢就在上海有这么一个系列活动 我已经定了7月23号 从北京去上海的高铁 总决赛呢是这样 就是我们呢是24 25号两天 如果你正好生活在上海 或者偏巧出差到上海 你想呢感受一下迷你三对三 这个足球的独特的魅力 如果你想带你的孩子 也能够感受一下这个现场 跟中国足小将来对对脚 对对抗 也想呢跟我合个影 签个名 合个照什么的 聊聊足球什么的 你都可以啊 注意一下我们的时间 上海有台风没事 没关系 我们是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 那么呢 23号周五晚上八点半 不是六点半到八点半 那么我们将会有一个 竹梦少年的纪录片的首映室 这个纪录片呢 是我们在举办 十个城市举办这个安居客碑 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人和事 你比如说呢 这个活动地点呢 是在上海杨浦万达影城 万达影城 也就是五角厂万达广场店 11号厅 在一个厅啊 一个万达影城的一个厅里面 我们将会呢 举办这次呢 这个纪录片的首映室 主持人呢 是林梦哥 有很多林梦哥的粉丝 对不对 一直呢 就在这电脑前面看 对吧 弄得自己也是 云山雾罩的 云头八脑的 你要想见见梦哥本人 也可以 也可以 没问题 就你到了县长 你别再哆嗦 因为我见过 见到美女 哆嗦的 对吧 我真的见过 就是就是有一些 就是 这一见着美女 她就是 她浑身就抖了 就抖了 像通了电一样 就 抖了 明白吗 她可能习惯了 平常也是抖 她现在 她到那也是抖 所以我希望你们呢 保持足够的尊严 明白吗 你喜欢一个女孩 没问题 这没问题 但是你尽量的 控制一下自己 好吗 控制一下自己 因为这种压抑呢 时间呢 也确实挺久了 但是我希望 我还是希望呢 你还是能够 先处理处理 处理差不多干净 然后再去 可能你能平静一点 好吧 那么在这个周五晚上呢 在这个五角厂 万达广场店 万达广场店 也就是上海 杨浦万达影城的 11号厅 11号厅 这个影片的主题呢 有这么几个 第一呢 就是有一个天津的孩子 叫李雨巡 他是通过迷你安靴客杯 在天津赛区 他拿了冠军 后来被发掘 我们觉得这孩子可以 然后呢 就让中国族小将 这个接受他的视讯 并且代表中国族小将 蓝队呢 打了一两场 这个2034杯 那么现在呢 他已经进入了 职业梯队 你别看这个小小的 三对三 但是呢 他也是一个青少年球员 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 另外呢 要讲述 讲述 女足球员 林玉牙 足球梦想的故事 他从小一岁啊 破格入选了 优势三 国庆集训 母亲对他踢球 很支持 然后呢 参加了迷你安靴客杯的比赛 这个女孩的故事 正好呢 也能印证啊 中国女足啊 目前的这个 这个发展的这个 这个状况啊 第三一个纪录片呢 就是中国足小将队员 大小老虎和父亲一起练球 大小老虎在青岛 大家也都看到了 代表小将 一灵 打一星的 这个 这个这个 陶突碑 是吧 我们一起点球击败 横大虎 拿到了冠军 对吧 那么大小老虎跟他的父亲 这个是怎么样一块练球的 这两个孩子有什么样的梦想 啊 呃 然后平常的练球 他的父亲 对他们是怎么要求的 啊 对这个两个孩子有什么样的期望 啊 他从父亲的视角 能够带给你啊 在中国现在学球的这些家庭 少年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所思所想 那么第四部小纪录片呢 就是讲述中国足小将 这个孙晨熙 啊 他是作为一个小明星 啊 宁波小球王 哎 学业和球技的都同样优秀 对足球有充满热爱 他呢 想成为啊 足球明星 那么他的梦想 是怎么样在追逐的 所以这四个小纪录片 同时 啊 会在呢 这个 这个 呃 万达影城 来这个首映 啊 所以我也会出席首映室 啊 所以大家呢 如果想去 那么呢 呃 看一看通过什么方式 联系一下 好不好 呃 联系一下 就是周五晚上 六点半 到八点半 啊 在 呃 上海 杨浦万达影城 啊 十一号厅 说你要去了 说没有坐 没关系 啊 我给你张报纸 你坐地上 好吧 呃 这叫竹梦少年纪录片的首映室 嗯 然后呢 呃 就会呢 呃 进入到二十四和二十五号这两天的 安居客杯 足球小将 城市 挑战赛 免费的 免费的 好吗 我们做活动 你没发现吗 都是免费的吗 基本上啊 呃 那么在上海市黄浦绿地 宾芬城 这个知道吧 上海的朋友 啊 上海的朋友 上海 黄浦绿地 宾芬城 那么过去呢 我们曾经啊 先后在十座城市 做了安居客杯 啊 上海 北京 重庆 苏州 郑州 广州 深圳 武汉 青岛 西安 那么这十座城市呢 都会有冠军队 三个年龄段的冠亚军 都将 云集上海 这是何等的盛事 十座城市 三个年龄段的 冠亚冀军 啊 冠亚军啊 都会 云集上海 共计六十个队 他这个分组呢 是0910的一个组 啊 高年龄段 中年龄段的是 112 小年龄段的是 1314 啊 他有正赛 包括有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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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赛事的直播呢 你可以通过 呃 小程序 搜索城市挑战赛 啊 呃 进入迷你安居客杯的小程序 观看比赛的直播 这个赛事呢 就是球队的荣誉 城市的荣誉 两套赛事并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既有城市挑战赛 你比方青岛队五岸 你冠军得绝一下 然后又有本身球队 对于冠军的 这个追逐 啊 球队通过城市对抗赛 城市大混战 半决赛决赛 决出三个年龄段的 球队的冠亚季军 城市荣耀 就所有比赛的球队积分 将进入代表城市的 城市积分 最终积分最高的城市 成为冠军城市 我们来看一看 在三对三的舞台上 究竟来自哪座城市的 孩子们 用过他们的表现 为自己的城市 赢得城市冠军 好吧 那么 城市对抗赛的是十座城市 五个组对决 胜者 就有了晋级权 两座城市 三个年龄段分别对战 总积分获胜的城市 各个年龄段积分最高的球队 是直接晋级 进入城市大混战 积分第一的球队呢 带定 总积分第一的城市 一直球队直接 掉入败者组 那么三个年龄段的四进二的比赛 相当精彩 然后呢 这是二十四号呢 就是下午两点 是开幕式 我去 我宣布 我宣布 这个安居客杯 足球小将城市挑战赛 上海总决赛 然后呢 这个四点四十到五点 是中国足球小将 对阵花式足球达人 中国足球小将队员 包括邝兆雷 吕孟阳 老大老二 不是老二 还有孙晨熙 以及脚下功夫贤熟的魏子轩 他们将会代表中国足球小将 出现在这个迷你安居客杯 上海总决赛的赛场上 作为这个 他不作为参赛队 但是他作为那个表演的队伍 和这个 花式达人队 包括这个 现场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孩子们 进行这个比赛 一对一 三对三的比赛 美食郑国战 十八点 你们不是喜欢美女吗 又来了 女足名将 赵丽娜 现场参与 赵丽娜来了 当然您去 您得这么看 那么赵丽娜 为参加活动 获胜的小队员和家长 提供精美礼品 拜方球员需要吃下 带有芥末的小笼包 芥末的小笼包 然后呢 25号 5点钟 中国足球小将 倒沟冠军赛 厉不厉害 就表演倒沟啊 倒沟冠军赛 朱广沪指导 刘岳指导 姬宇阳先生 将会呢 光临 作为评委 那么根据小将 倒沟射门的精彩程度 打分 决出倒沟冠军 然后呢 17点20到17点50 魔王亲子对抗赛 由我和刘岳带领小将 接受现场球迷 自由组队的挑战 我带两个小将 刘岳带两个小将 然后您呢 只要是 您是爱提球的 您带俩孩子来 直接就上来跟我们干 好吧 赢了我的 一箱牛奶 三个人 三箱牛奶 好吧 赢我的啊 现场 如果您去看 我不仅满足 每一个人 跟我合影的 这种 这种非分之强 开玩笑啊 不是 你可以不跟我合影 你也不可以 但是我可能会送你东西 可以吗 我送你东西 只要你有脸 你过来 你说东老师 你送我东西 你只要能说出这句话来 我就送你 行吗 可不可以 你只要来现场 但你必须来现场 你不在现场 我怎么给你 可以吗 你只要来现场 你找到我 你说东老师 你送我东西呢 我马上就给你送 送你东西 谁不送 谁是孙子 可以吗 一定要来呀 好吗 现场有一千人最好 好吗 然后我就送你 我送你什么呢 我送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别来一千人 一百五就行 一百五就行 好吗 然后呢 迷你安居客杯 城市小战赛的摄影展 就是大家也可以过去去参加摄影展 你用你的手机 你用你的手机啊 可以拍队友啊 校园啊 输赢啊 父子啊 女将啊 赛场互动 七个维度 记录迷你安居客杯 足球城市挑战赛 创立到十个城市巡回赛 再到总决赛的历程 记着了吗 朋友们 三天七月二十三号 周五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可以到这个上海洋浦万达影城十一号厅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纪录片的首映式 二十四二十五就在我们那个上海黄浦绿地宾分城 你什么时候去 我们就在那踢呢 你就找我 好吗 可不可以 把你纸上的给你拍一下啊 可以来拍一下吧 截图吧 可以 来 一二 截 可以吗 这个 截图 好了吗 好了啊 好了啊 歪了给你挣点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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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吗 几点啊 没带啊 好 我们得出去一下 出去一下 在路上可以 那个 再聊会儿可以 嗯 因为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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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非病人看电影去 我也不想去 但是也没办法 怎么办 哎 看什么呀 中国医生 我以为你又骗了 要看中国医生 那我是老中医 黄桃 好吗 那就今儿就到这了 行吗 或者一会路上吧 一路上我再发车 好吗 本来我今天想讲一讲 你是特别想去吗 什么意思啊 不是 你先 你再思考一下 你再决定一下 好吧 不好看 你看那么多人说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很一般的 就算很一般 去远发现后悔 看视频中就想走 那行吧 嗯 就就就就 今儿就到这吧 好吧 嗯 我路上吧 我路上我发个车 行吗 我路上发个车 本来我今天我想 喷喷黑子呢 就是我们赢了这样 完了还有人黑我们 我想跟他们 我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哎呀 去呀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犹豫呢 你看你要说你这么犹豫的话 我觉得 这就没什么必要 你要你要你 我就觉得你有点犹豫 不是 你是不是有点犹豫吧 你看 你这你还是你先犹豫了 你先犹豫了 我没有 我 我就说了要下波了 就肯定是你犹豫了 但你听我说 就是我 因为我的生活经验 就是你只要一犹豫 你接下来就是后悔 因为你已经犹豫了 就代表着你不是很坚定 你现在去了 去了你期望挺高 十分钟你就想出来 你完了 你出来呢 你就怕 说浪费了电影票的钱 完还在这待着 所以这一个晚上 就三个字没有意义 尤其是犹豫 人不能犹豫 犹豫比错误的决定都可怕 老婆要算 今儿算了吧 好吧 你扔个钢瓣吧 行吗 因为你要是 特别坚决 我就走 你就现在 你就说吧 你就说一声去 我就我现在就关 你现在只要说 去 我现在就关 你说 你可以说 去 去嘛 一言九鼎 一会儿 一会儿 完了 你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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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